是 什么事情就起不成名字 你们是年上室友还是年下室友呀 我们是你比较大 哦那你那那是年下 你比较大 我没有分得出来他们谁是 宝宝谁是贝贝年下吗不是 年少则大 年下 哎呦哎呦可不行刚纸了头发可不能这个 用这个脑细胞 你用了脑细胞头发没营养了 那头发白纸了 哎呦呦被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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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让星星老师每次他发现我藏私放钱了 我就立刻给他po出一个问题 我说从这开到成都要多久 然后他就开始想 他就会把那个事忘了 他的脑袋就是这样 五分钟记忆 我穿码打得很厉害 他在想 我换三张也超级厉害 星星真的算牌算得很厉害 别人刷抖音 就是看一些搞笑段子什么的 有星星刷抖音 看那个麻将教学 我所有的抖音刷的时候 刷十个 刷十个有五个是麻将教学 咱说清华要是有麻将这个课 他不早就保送清华了 夸你呢 我算牌算得可厉害 拜拜男生拜拜 我除了跟他打的时候 我运气会差一些 我不跟他一起打 我特别厉害 我是纯运气流 嗯 星星真的很厉害 他能不能算到 真的很厉害 我都想好了 等我以后年龄大的时候 我要组几个 就是跟 组几个姐姐 组几个妹妹弟弟 就是我们都七老八十的时候 就是都走不动路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坐在一起 什么 搓麻将 鲜鲜属于又菜又爱玩 是谁给了你这个错觉 我真的是又厉害 我真的是又厉害 又爱玩 我不是学霸 我就是一个学渣 不过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做好在头身实验室的准备 你看 他在拿手机看了吗 你 宝贝 你待会儿能帮我 下一丢丢 算了不成 早睡觉 干嘛呢不能吃东西 但是我现在最近饿的就很奇怪 就会在无缘无故的 就会觉得很饿 哎呦你看你那个脸胖成什么了 还吃呢 怎么了 都快跟我一样胖了 我瘦的时候嫌我瘦 胖了以后就嫌我胖 今天行行可会pua了 说 哎我不吃了吧哥 我为你减肥 为我减肥 为我减肥是哪门的话呀 然后然后然后信仰 信仰之前说 不要再说你退学是为了我了 你退学谁也不会 我不能理解 我不能理解 pua我 什么pua我 哎呦 大家从来没说过我退学是为了谁 哎 男为月吉这种 我俩现在笑的都很像 没有没理解 我就是想取悦自己 哎呦 因为因为我觉得我在他心里 应该是最好看的吧 如果不是的话他应该找一些他自己的问题 我不应该找我的问题 我觉得每个男人就是至少觉得自己的爱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 但有的时候我们 我觉得就像我我也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 那为什么我开车的时候你还会去看一些路边的 路边的风景 你过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看 人也是路边风景的其中之一 那为什么就是比如说咱们正常的不是开车吗 然后开过去我为什么有些人就这样 看风景 风景就看呗 为什么他定聚焦在某个人身上 就是风景 你看海漂亮 你也会聚焦在海上 人逼着我在这个直播店删你 哎呦 哎呦 你瞎 帅哥谁不爱看我也爱看 那就不要说什么 哦哦这个这个 哦哦 能一样吗 我看了架势就不对 我在后视镜里就看了 某些人的头都快拧断 咱要是速度快点 他嘎咚他就把自己的头拧下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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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是不是 我打个比方 就是比如 你 别比了哈 越比越来越垃圾 你先不比 你圆的回来吗 我就看了怎么办 都快把我压死 啊 就看了怎么样 服了 你去只是单纯的看一下爸爸 谁不爱看呀 我不爱 伪君子 谁不爱看 我保证咱们直播间的姐姐们他们都爱看 我保证咱们直播间的弟弟妹妹们都爱看 我保证咱们直播间有哥哥他们都爱看 谁不爱看 就只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特别好看 我会非常诚实的夸战下 姐姐你真漂亮 哥你长得真好看 但是你要是问我 这个世界上谁最好看 那肯定是我哥最好看 YouTube 我倒杯水 给你觉得世界上最帅的人倒杯水 我拿着这个荣香 哎呀我不倒 服了 干净干净 她今天早上让我给她做饭 我没有给她做 我说我不是你老妈子 我不能天天给你做饭 她就生气了 她就这样 你也不给你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人做饭 我还收拾你的宝贝 我还收拾你的宝贝 给我恶心的不行 然后就给他做了番茄鸡蛋面 人呢真的是不能 就是他老是用一些恶心的攻击 然后让我想吐 然后我就去给他做了番茄鸡蛋面 然后趁着他给我用那些撒娇攻击 我有点反胃 导致了我就是没有吃饭 早上减肥成功 就咱们直播间的一些年龄很小的 就是粉丝千万不要 因为我们俩人的聊天改变你的爱情观 你的爱情观和你的看法 这是我们俩人的交流方式 也不是因为互相损 就是爱也绝对不是什么羡慕嫉妒 就是爱也绝对不是一些就是不好的半嘴吵架 就是爱不是 不是不是我一直觉得 不是就是你可以从一些电影 从一些电视剧 对吧 从中去学习一些东西 自媒体时代让我觉得 有些东西是 你看到的是他想让你看到的 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俩尽量的活的就是keep real 就是过自己 不管是我们俩是吵架也好 还是怼黑粉也好 还是干嘛也好 就做自己 但是就是了解了以后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不要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 也不要相信别人跟你说的 一定要自己去琢磨自己去体会 可能你还小 你就不太懂我们俩现在的这种相处方式 是什么 哎呦 就是就是我们俩是可以为彼此豁出命的那种 嗯嗯嗯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俩 就是某一方错了 但是我们也会站在某一方这边 我们已经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了 因为因为我就是昨天晚上我收到一条消息 他说星恩我不太理解 你们俩人这样互相的挤兑对对方 然后他他还挺嫉妒你 他都嫉妒你了你还爱他 我嫉妒你啊 就是他他就问我 他说星星二 他说星星星星星哥哥 嫉妒也是爱的一种嘛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我没有嫉妒啊 我觉得就互相欣赏呀 因为我们俩很爱伴嘴 就知道吗 就是因为太喜欢伴嘴了 其实我可以理解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老吵架 我理想的生活就是 啊老婆你回来了 快坐下 让我给你捏捏肩 哇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之前就说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希望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但是不是这样的 吵架也是爱情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伴嘴也是爱情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只不过是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就发现 这两个极端都不可去 我要在中间 嗯 现在就是这样 我小的时候我真的是 我发誓我以后跟我的爱人 我绝对不要吵架 我不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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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就 我就要 我要要 生活要过得很和谐 多么多么和谐 不是这样的 偶尔的吵架 其实也是你们相互磨合的一个过程 天不早了 我们还要洗澡下去打秋千 我真不想去当秋千 我跟你们说个尴尬的事 就是我们五楼有个哥哥特别的富有 他有一辆奔驰 有一辆保时捷 有一辆饱满 他有三个车位 他还有一辆奔驰的那个 那个那个越野 就是那个摩托车 然后后来我刷到了他的抖音 然后吧 我发现他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他可能是我们这个群体 他是独身主义者 他天天的就是跟一条狗 就是 然后吧 我们俩就在底下 我们俩 有段时间我们俩就是经常不是说吗 他不是在车里 老是在车里抽烟吗 我说 有钱人的烦恼在这边 然后那天我俩打秋千的时候 都快一点了 然后他就在那里交话 我说 哎呦 行说什么来 行说 有钱人的烦恼太多了 他说你看他们都秃顶了 那个发际线好吗 就太安静了 导致人家也听到了 场面变得很尴尬 因为是晚上我们下了播以后 我们俩在楼下小花园 在我们小区小花园 我们俩当球 我们俩就在那里 一言一句的在那里 就在吐槽 我们俩可损了 然后我们俩一言一句 一言一句 然后我就发现 他怎么听完话也不走 他就站在那 他肯定 他应该是认识我 因为他们我们每次都会打个招呼 会点个头 他肯定听到我说他吐槽 我说咱赶紧跑吧 我尴尬死了 万一他们家有枪呢 好办 再把咱俩崩了 我们俩就赶紧跑回家了 没有我们俩没有那个意思 我们俩就是嘴气 我们俩就赶紧跑回家了 我没有去取向你吐槽 真的 我真的没有去取向那个五楼的哥哥吐槽 他笑出来了 因为我自己都直发了 我怎么会笑话别人吐槽 谢谢你 只是因为我就觉得我不太理解有钱人的 我们俩差点连夜搬家了 我们俩只是不理解有钱人的烦恼是什么 然后我们俩就笑 就是以那个 是笑喝自己的 对 我们俩是笑喝自己的 逗乐子的先去说一下 就是差点他就拿出他的A 给我架在那个阳台那里 一箱一个 我们俩半夜没睡觉 我们在那当秋千 我们的错 我们的错 有人陪着是不是能互相慰藉着 然后 对我们还嘲笑人家没有人陪 错了我们俩错了 我们俩回来以后我们俩就休息 我真是后悔 我们俩都错了 再也不设别人坏话了 错了错了 半夜1点浇花 我们俩遇到过他一次是半夜12点多遛狗 还有一次是半夜在那个车里做抽烟 还有一次是浇花 不敢想 真的是不敢想 有钱人的烦恼 烦恼这么大吗 烦恼这么大吗 烦恼这么大 对不起 在此我们诚挚的道个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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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你真的不是徒顶 我真的就是 咱们年龄大的 越远越远越远 越远越远越黑 就是会往上上升 越远越黑 没有关系 越远越黑了 你说他都弄到门了那次 他听见了 十三 就是十三 我说他都弄到门他听见了 他可遜了 他指了发以后 他可遜了 之前还说 五楼的哥哥应该是做 应该是做生意的吧 咱们让他带给咱们吧 他不可能了 他 就会让他把家底部都陪出去 这辈子都不可能带你了 哎呦 反正也快搬家 咱们还是稳 咱们还是稳 咱们还是稳重一点搬走吧 别顺利 所以我整这个 是我发财 自己发财 这个机器人是楼下哥哥吗 可是你眼里还挺小的 不是吧 你应该不是五楼的哥哥 对五楼的哥哥 我知道他的楼音号 五楼哥肯定是不是28岁 你这个写的28岁肯定不是你 你别吓唬我了